大家好,我是默默妈妈 今天用花生米给大家分享一道不一样的新吃法 不用炒不油炸,我家三天两头就要做一次 营养美味,开胃又下饭 上桌全家都爱吃,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适量的花生米 把里面一些烂掉的或者掉皮的花生米剪出来 可以留着下次炒来吃 全部剪干净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再下手清洗干净 将花生米表面的灰尘和一些脏东西搓洗掉 然后再全部捞出来,放入另一个碗中 再次往里面倒入清水,将花生米浸泡两个小时 下面来切一些所需的配菜 挤拌清洗干净的大蒜,改刀切成薄片 准备一些香菜,切成小碎丁 切碎一点口感更好,更容易入味 再准备一些青红辣椒 切去辣椒吧 再改刀切成青椒圈 红椒也用同样的方法切成小圈 青红椒切好后,先放入大碗中 下面来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一勺半生抽 一大勺香醋 一勺蚝油 少许食盐 一勺白糖 一勺鸡精 半碗凉掰开 用勺子搅拌均匀 把里面所有的料汁搅拌至融合在一起 搅匀后,先放一边备用 来看一下花生米,已经泡好了 个个都非常的饱满,再简单地淘洗一遍 然后把它捞出来,放入漏栏中控一控水 接下来准备一口锅,倒入多一些清水 然后倒入花生米,开大火煮开 一边煮,一边搅动,大概煮个十分钟左右 亲爱的朋友们,我已经连续分享了几百道家常美食教程 一直以来还没得到你的小红心 今天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忙点一个吧 非常感谢 煮好后,用漏勺把花生米捞出来 然后放入碗中 再用筷子将花生米搅拌开 让它自然放凉 放凉后加入蒜片 再倒入青红辣椒圈 再倒入香菜丁 最后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将里面所有的食材搅拌至混合在一起 让花生米都能浸泡在料汁里面 搅匀后,盖上一层保鲜膜放冰箱冷藏一个小时 让花生米充分地入味 时间到撕掉上面的保鲜膜 再搅拌一下就可以装盘开吃了 看一下这样做的醋泡花生看着就非常的入味 一道简单又下饭的醋泡花生米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花生米清脆又爽口 酸辣又开胃,真的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平时可以用它来下酒或者下饭都非常不错 而且做法简单又加长 好了,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